關切小林村這十年官司的殘送 我們估計大概要編年三千兩百萬左右 莫拉克風災十週年前夕小林村國培案 高雄市長韓國瑜親自宣布 高雄市政府放棄上訴 讓小林村自救會長第一時間難以置信 縱觀過去所有國培的案例 縱然有勝訴 可是基本上市府一定會保守的先上訴 再慢慢的跟你爭取時間跟你談 韓市長這麼魄力的展現 其他的地方政府一個參考跟借進 2009年莫拉克風災 造成高雄縣賈仙鄉小林村 幾乎滅村 三百八十一人死亡 十六人失蹤 大部分村民或死者家屬 訴請國賠都敗訴 只有住在圖石流前市區的十五位村民 發回更省 高雄高分院更一省改判 高雄市政府敗訴 總計賠償金額三千五百五十萬元 一個人獲賠一百五到三百萬元 高雄市府放棄上訴 關鍵就在市長韓國瑜 何況小林村的村民經過十年的法律的纏受 我相信爺爺身心俱疲 站在市政府照顧市民的立場 本來就希望每一個高雄市民朋友過得很開心 很快樂 受到不公平或者覺得不正義的地方 能夠得到應該有的補償 所以我們市政府決定放棄上訴 我們真的是很謝謝他 而且也很高興高雄市擁有這麼一位市長 小林村自救會長代替村民 感謝韓國瑜讓十年的訴訟之路 終於能寫下完結篇 而韓國瑜從選前到上任後 始終站在照顧市民的立場 希望高雄市民能開心快樂 因此才決定在財政困難之下 編列三千多萬預算賠償 國賠愛畫下句點 也讓已經纏送許久的村民們 感到無比振奮 記者洪夫人高雄報導